全球最大的新闻组织国际记者联会 星期一发表中国及香港新闻自由 2012年报指出 中国境内压制新闻自由的情况持续恶化 年初南州事件更令人对未来情况感到担忧 而对于香港以及澳门方面也问题重重 国际记者联会发布的第五份 有关中国的新闻自由年报 以媒体悬崖中国新闻自由2012为题 报告指出 中国官方持续加强对传媒讯息进行控制和新闻审查 同时继续对互联网、微博用户进行施压和审查 此外也列举了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采访受到的限制 尤其是今年初发生南州事件 更令人对未来情况感到担忧 可能过完这个生命 南方周末可能会有一帮人会离开 那我们也都呼吁广东省宣传部所有的官员 又或者宣传部以外的其他的官员 还有这个南方部是他们的一帮的高层 请他们认真尊重新闻自由 香港方面 传媒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 尤其是在中共国家领导人防抗 特殊选举及立法会选举期间 出现传媒遇到干扰 暴障自我审查等情况 港府近期有意修订公司条例限制查册 即将定立的资讯自由和档案法例 他呼吁港人务必被加关注 因为当他定立了这些这样的资讯 是叫做归在这个叫国家机密 又或者是保密这些这样的范畴之下 换句话说 就是限制了人民的知情权 接收信息的自由权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